我的天哪 原来橘子也会生宝宝 据说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能找到橘子里的橘子宝宝 见到橘子宝宝的人 将会在一周之内好运降临 太神奇了 但是你要是输的话 就把刘洋全都给我 没证面 那怎么现在就是买橘子 搞此 橘子级给 weer给我也买来啊 怎么怎么买来七个橘子 为什么就在我没有出头的记者呢 感觉这这辛啤 这么點乘毛和人 你来看看吧 那就先来看 这上面的这只橘子的 他长得好丑啊 还有两组刀疤呢 来把它给剥开 ちょな 在这也可以的时候了 没有小橘子 这个有小一点的季券都没有了 我就说橘子里面怎么会有小橘子的 别做梦啊 还有橘子呢 咱们自己来拨拨看 我拨 小伙伴们 我们快看 那个白白的东西 会不会就是小橘子啊 赶紧拨开来看看 原来是它里面都酸啊 虽然吧 我没找到小橘子 但是刚才在拨橘子的时候 我发现这声音听出来也太爽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来个 沉浸式拨橘子啦 哇 这包含丝的橘子 我没剥丝的橘子 感觉颜值差的不是一点点啊 怎么样小伙伴们 曾经是剥橘子的声音 是不是超级热爱 这两个橘子的果图已经处理干净了 不过看着样子 里面好像也没有橘子包包啊 再把它们剥开 哇 给我 橘子 这个橘子里也没有 怎么怎么没有橘子包包呢 你这橘子剥的这么漂亮 它才不是得给我吃掉 我又哑 肯定没有橘子包包啊 我就不信了 什么 不是 手的快递来了 不得去拿 我还在叫做门啊 那前那些橘子 我从这步道啊 都没找到橘子包包 若尔街里还剩最后一个橘子 我看着这个橘子 它找那个橘子都是什么的 我看它跟普通橘子 也没什么区别 那我们就来给它打开看看 它看里面有没有橘子包包啊 小伙伴们 你们猜一下 这种橘子里又不能有小橘子呢 那我们猜吧 肯定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来剥给你看 剥 诶 这个橘子怎么这么哭啊 剥 它能有小橘子啊 没有 我怎么看我这个橘子呢 什么 我眼睛没瞎了 这些小橘子都还是没找好的呢 有声音乐 这些橘子肯定会这种橘子的 不可能 你看到就不可能了 我不管了 你必须把你的十大零块钱 全都给我啊 修了嘛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这什么都挺好的 趁小伙伴们 我得想想办法 我还要我真的找到橘子宝宝 那我简不需要把我的水袋 拿下去就效益了 那可不行啊 嗯 有了 想要真的找到橘子宝宝啊 恐怕是没戏了 看来我得作弊了 我有一次露出破绽 咱们先给这个橘子 做一个外科小手术 小心点把这皮给撬开 小伙伴们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有的小伙伴肯定认识 有的小伙伴肯定不知道 这个叫啥 这种小伙子叫姑娘活 不过这么一看 是不是有点像迷你版的小橘子呀 我们把迷你版的小橘子 放进橘子皮里 多塞点 差不多塞满了一整个橘子以后 咱们再把橘子皮给它粘起来 你又好了 不会表上看这个橘子 多塞满的橘子 关心没区别 小伙伴回来吧 小伙伴们 千万别告诉他